周立波突然退战,因为这件事的背后原因,网友开始心疼他。 随着周立波事件的升级,大家对他们这一对夫妻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而让大家意外的是打鼓英雄周立波声称坏人已经全部现行,如今到了可以放手的时候,所以周立波突然决定退战。 并且声称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回应此事,往后不再讲此事。 一时间网友们也表示了疑惑,不知道发生了事吗? 其实看过了王志安老师带来的某某人最新报道,大家就已经可以知道原因了,周立波活得挺累的,这就是大家在看完王志安老师的采访之后第一反应。 事情的本身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大家已经清楚,而且背后的某某人也公开地表示了回应,对事情的前因后过做了真实的回应。 而某某某人的结果就是,这事件跟自己有关系,而且自己也以朋友的身份主动揽择。 枪可以是我的,也是我放过去的。 某某某某这个兄弟自己并不恨他,对于他回到国内的转变,一切都是身边那个妇人在作怪,不怪某某是自己的选择。 对于某某人这种说法多数人其实是相信了 并且王志安局作业声称后面还有料 通过这一件事情 大家一致地认为事情的瓜到底有没有结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周立波这一次是完全把字迹揭开在了大众的视线之中 而且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一个玩心很重的小孩子般大人 这一点就正如某某人所说的一样 可惜的是他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棋子 用网友们的话讲就是一个被玩弄的木偶一般 所以大家都叫他涛涛也挺心疼他的 换一句话来讲 事件的背后他身边的女人才是这一次事件的总导演 而且是幕后的超级编剧 周立波只能说是一个被拿住用来做出牺牲的人物 成功了自己可以回到大家的视线之中 失败了就是他的名声全都败坏了 而背后的女人其实才是管住他的真正幕后人物 总的大家也因为这一件事情 网友们开始心疼起他了 明星也有生活 明星也有私下里的一面 但真要活在七管炎的世界之中 而且还被牵扯出太多的是非 相信涛涛也的却是挺累的 既然事情都结束了 也回到中国了 就好好地享受自己的富人生活吧 开心过好每一天才对 开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